佳能的CEO玉手洗富士夫突然宣布 2020研发的最新的EOS EDX Mark III 实际上将是最后一款旗舰的数码单反相机 未来几年停止旗舰数码单反相机的生产 这消息虽然加的定义非常多 你看未来几年而且只是旗舰单反 但是基本上能够肯定 无论大家接受不接受 佳能水平潮流在无反降机市场全面转向 单反时代基本上是快结束了 其实让我更关心的就是 代表着佳能的EF卡口的镜头的时代 是不是也快结束了 有人说要不要趁着现在赶紧囤一点 佳能的相机和镜头等着升值 咱们今天就来聊聊 到底要不要囤一些镜头 或者说哪些镜头值得囤 欢迎收看采风摄影生活大志 我是大猫猫本 没想到2022年开年的视频 居然聊停产这个话题 但是谁手里还没有支佳能的EF镜头吗 从1987年第一支全电子触电镜头 到2014年4月份 我记得 佳能就宣布在全球生产了1亿只EF镜头 加上第三方生产的EF卡口镜头 估计这个数量更可观 您曾经拥有过哪些佳能EF卡口镜头 咱们打在评论或者弹幕上 我给大家一点时间 正好我也给自己点时间 盘算盘算到底有过多是镜头 如果说佳能在十多年前拥有的巨大的数码单粉帝国的话 那佳能的EF卡口绝对是功不可没 高素质通用性好 而且是用户基数庞大的EF镜头 让很多第三方的产品也围绕着EF卡口来进行设计和生产 有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即使您没有佳能的EOS相机 但是也可能拥有佳能EF卡口镜头 就算是现在如日争圈的索尼无反相机 当年全化复A7上市的时候 无奈自家的F1镜头卡口少的可怜 曾经在澳洲这里卖A7免费送MetaboneEF镜头转接环 佳能的EF卡口镜头绝对是推了索尼一把 才让它顺风起飞 EF卡口的历史我就不多说了 在很多地方您都可以查到 咱今天就不赘述了 但事实是198几年的佳能像一个渣男一样 果断放弃了当时胶片相机的FD和NewFD卡口的用户 重新取用一种新的叫Electronic Focusing 也就是EF电子对焦卡口 从此开始了单反相机全面自动化之路 反观有情有义的尼康 为了照顾手动F卡口的老用户 坚持使用这种兼容机械拨杆的相机卡口 结果就是因为在物理尺寸上的局限 所以在数码单反时代发展中 速手速脚坚持到现在 终于终于 无反时代的来临的时候忍无可忍 终于发布了全新的Z卡口 尼康暴富性的把卡口口径 做到了行业里面最大的55毫米 法兰剧做的行业最短的16毫米 千年的媳妇熬成婆 而且马上不计成本 不计市场的推出了那个58毫米 0.95超大光圈 自动对焦的镜头 这和佳能大光圈自动对焦镜头 军备竞赛上 尼康这口气我觉得憋了再有30年 现在无论是尼康的Z卡口还是佳能 F卡口基本上宣布了无反时代一个新的时代 老的F卡口和尼康的F卡口注定要停产 那说回到今天的正事 那现在要不要收藏囤积一些经典的EF卡口镜头呢 说到收藏和囤积已经停产的这个器材 无法无就是三个目的 自己使用 留着纪念或者增值理财 从这方面呢 咱们来看看EF镜头到底值不值得囤 到底囤哪值 先说增值 咱们先说结论吧 从宏观来讲啊 我觉得啊是不值得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 就是前面说了 EF镜头的保有量太大 随着无反这个更新啊迭代 传统数码单反镜头和器材 肯定是大把的这个充斥这个二手市场 如果我印象里边是没有啥电子产品能够升值的 而且呢 数百样机又不像第一代的这个iPhone 或者早期的那个麦金打 开创了一个时代 就是创造了一个从屋到有的一种产品 有人说 那你看胶片相机不是也都升值了吗 而且升的还不少 的确啊 这是流行文化的轮回的现象 当一种消费品在彻底消失以后 大概会在30年 也就是一代人之后再重新流行 胶片相机其实就是这样 可是你想想 手里的数码相机 还要再放至少20年 才有那么一点点重回流行文化的这个可能 这个投资回报率太低 风险是不是又要太高了 二呢 这个不是像早年的机械相机 纯的数码相机呢 尤其是机身 基本上是塑料 还有电路的制作 本身呢 没有什么价值 而且呢 还会出现这种塑料老化 出故障的可能 就算是相机没事 您的电池 您的充电器都不好找 咱看看甭远了 15年前 以兼顾著称铝镁合金的顶级旗舰 US1D 第一代1D啊 二手价格 几百刀拿下 相对来说啊 镜头的保值率就高一点了 但是呢 肯真也会跟着时间的增长 价格慢慢往下走 当然了 也不排除哪年某个明星或网红那个加持 让某一款相机的价格在短时间内上下波动 但是呢 这基本上全凭运气 所以从增值的角度来说的话 绝对是不提倡收藏或囤积EF镜头的 第二一点呢就是目的就是纪念 纪念版的产品呢也许会有收藏的价值 但是在我的记忆里啊 佳能好像没有出过什么限量版的相机 佳能可能有些型号在部分地区出现过特供的换壳板 比如像在东南亚日本才销售的这个白色的US200D 而且这种货呢也是商场的这个大货 就是具体的建议呢 参见上面那一条 我记得零几年有过一版EOS550D的成龙版 爷爷爷爷爷看前面 那个就算了吧 首先550D本身就是入门的相机没价值 而且据我观察 成龙本人是否能够保住晚绝 这也不一定啊 您自己掂量 佳能相机虽不像某些品牌啊 拿鲜量版当饭吃 但是它每一台相机呢都有自己独立编号 如果您遇上自己用得上的器材 正好呢机身的编号有极力的话 比如一串8 您可以不用高于市场的价格呢 把它拿下 您有没有对自己特别有纪念意义的相机呢 您可以写在评论里边 对我来说有点记忆意义的数码单反相机 或者胶片相机的话 比如像佳能的5D的胶片机 还有第一台的专业数码单反1D 那也是最后一台使用CCD的数码相机 只有400万像素啊 没法升值也不为了纪念 那买镜头就基本上为了自己用了 佳能的EF卡口镜头的素质 尤其是红圈镜头的素质 绝对是行业的标杆 但从使用的角度来讲呢 我觉得啊 有三类EF镜头在价格合适的时候 可以考虑入手 我讲讲我自己的例子 您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判断 第一类可以入的 咱们说说可以入的啊 就是性能出色 但是不太依赖自动对焦的 你看我现在用索尼的S3和试码的FB 在镜头选择方面呢 能够相对稳定工作 同时兼容这两种相机的 就是EF卡口 我手里两只留了EF卡口镜头 一个是31.4的二代 还有一只是100毫米2.8L的微距 这两个镜头共同点就是光学素质真的很棒 让我没有不使用的理由 而且呢 对于自动对焦依赖性不高 如果是对这种自动对焦比较高的运动 或者这种跟拍的场景 我肯定用索尼原厂的原生镜头 但是EF镜头转接之后呢 尤其自动对焦 其实是权宜之计 我真的不敢用我的前途去打赌 但是呢 只要有慢慢拍的场景 我还是挺享受这两只镜头的画质的 35毫米的定焦镜头呢 可以就是手动就可以应付 微距拍摄呢 本来其实也要切到手动对焦的 这个类似的好用的镜头呢 还有像135毫米F2的那只L镜头 这是加农最锐的定焦镜头之一 还有运气好的话 你可能800道就能拿下 另外呢 像什么7200 2.8的二代 手动对焦 开着防抖 你放在中长焦拍拍风光 我觉得这都是享受到 加农顶格的光学素质的代表 无论放在任何机身上 都不会让你失望 你还有什么好用不贵的镜头 咱们可以打在评论或者弹幕里边 大家分享一下 第二类可以入的就是长得好看的 谁说镜头必须拿来用 光放这看着好看不就行了吗 比如像EF的85毫米1.2的红圈镜头 各家都有自己大光圈85毫米镜头 但是我个人觉得从颜值上最好看的 就是加农的851.2L 它是唯一一个把镜头的后组几乎顶着镜头的卡口做的 当你从某一个角度正面或者从后面看过去 就是满满一块通透的大玻璃的镜头 颠在手里的分量也是足足的这种价值感 给它收过不是为别的 就是一个字 漂亮 不过理性点 那只镜头在我手里盘了两年的 实际实在是用不上 后来又出掉了 哎让他自己旅行这个职责吧 我觉得总比搁在我的书架上浪费要好得多 不过啊 我每次在遇上这只镜头的时候 我还忍不住多看两眼 哎呀估计早晚我还得请回来放一个在家摆着 第三类可以入的就是人窝游的小众镜头 我觉得在摄影圈啊 我觉得能把镜头玩明白 而且有能力折腾的 佳能算是一个 他了解摄影师的需求 而且佳能以他的体量 还有他的技术储备 能让他生产一些 小厂完全没有闲心制作的这种小众产品 我觉得啊 佳能产品线里有几只镜头 如果啊 如果你工作中需要的话 一定找机会把这些特种的镜头拿下 比如像8到15毫米的鱼眼 廉价的鱼眼镜头有人做 但是红圈的专业镜头的标准很少见 而且能够渐入全画幅 还能拍摄这种球形相场的更少 还有佳能的一周的系列镜头 尤其那只24毫米的拍建筑 还有像TS50-90135 利用这个跳的功能增加景深来拍摄微距 还有就是拍摄微距的话 佳能100毫米加上 或者是180毫米微距 加上MT双头闪光灯 再加上5D4 这一整套的成熟的完善的解决方案 我觉得从画质闪光灯技术方向了 已经到头了 我不知道未来这些镜头 会不会有RF镜头的版本 但是我觉得即使有 更新到RF版本 性能不一定能够强多少 但是价格肯定会贵很多 趁着现在价格不高 EF镜头的时候可以拿下 总结一下 佳能单反相机放出一个停产的信号 但是以佳能这头大船的惯性 单反应当也不会这么快消失 EF镜头EOS单反 一定也会和RF系统长期共存一段时间 如果您手里已经有佳能的单反系统 但是使用频率不高 但是想是无反的话 我觉得你回忆一下 未来之前六个月 拿这相机有没有拍超过二张照片 如果没有 那您就趁着单反 还有一些残制的时候赶紧出掉 您如果手里没有刚才说的那些 让您动心的镜头的话 也不用特意去囤积 这个有缘分 咱们慢慢等 不谈价格聊二手都是耍流氓 有耐心呢 一定能预赏一个价格合适的二手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玩一阵的再决定 这个二手买卖的方法 我以前出会一期节目 专门介绍怎么挑选二手器材 您可以做参考 总之呢 希望您能够买到自己顺心的器材 今天聊天的灵感和信息呢 来自佳能的官方的网站 叫佳能的相机博物馆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从里边好好找到 有没有自己眼熟的信号 好了 今天呢 跟大家聊聊 这个EF镜头要不要存 如果大家想关注我节目的话 请评论和留言 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 我是大马猫文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